好 提到经典的客语流行歌 不少人可能会想到1992年发行 罗石峰的《戏妹安亮》 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的创作人徐世慧 则为她的第二故乡花莲良生 打造一首客家亮妹轻快又带点雷鬼风的客家音乐 想让大家耳目心也对花莲客家有新的记忆点 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客家歌手的创作人徐世慧 则为她的第二故乡花莲良生打造一首客家静媚 轻快又带点雷鬼风的客家音乐 16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全国中小学客家艺文竞赛办奖定义当中进行MP的发表 让大家耳目一新也对花莲客家有新的记忆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客家亮妹的MP发表 其实这首歌在写的时候是在前年写的 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在动谷客运机里面有看到一位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偶 那在私底下呢我感觉到这个人偶呢是可以代表我们花莲的一些形象 所以呢我们就跟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呢做了一个合作 希望能够为这样的一个形象来为她写一首歌 那当时呢当时只有做了一个歌曲的发表 那透过我们这一次的盘田健处长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让这样一个非常亮眼的 以雷鬼风格的一个写法呢歌曲呢能够用MV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呢这一次呢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呢呈现的时候呢 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花莲呢也给大家不一样的形象 那有一种开心快乐还有欢迎大家来一同来花莲玩的感受 然后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气氛当中呢能够认识不一样的花莲客家 客与创作歌手许志会表示写歌的时候也希望说让更多人来认识客家 让更多人来认识花莲 这样轻快的比较有雷电雷鬼的方式 更让大家感受到花莲的特别 客家精美一雪一唱 花莲客家事务处也计划把歌曲带入社团和校园加以推广 以音乐力量传续客家文化 记得喜欢欢迎收到